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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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改系列 今天王永继续入到立法会大流里面 跟不同的立法会议员谈一下 究竟他们对政改的原则 期望有什么看法 另外我们也想交流一下意见 如果真的要找出路 有没有什么关键位一定要留意 这个可能我们也要跟不同党派深入了解 今天大家都见到 民建团主席 谭北宗 谭主席 你好 多谢你 找你有好几个原因 一来就是立法会第一大党的主席 这个必然要向你问一下你们有什么看法 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 其实我们看过去 虽然政府还没开始咨询 但是很多事情好像发生了 还有 邦间已经有很多讨论了 还有真普选联盟又出了方案 第二天 无论建制还是泛民 都立刻有人去挫他们 但是我想说真普选之前 其实李柱明也提出过方案 也收回来 我很记得当时 如果我没有引述错误 你都觉得他那个是挺 冒实的方向 我觉得他当时提出来 也是一个方向是对的 他也是根据基本法 和人大常委在2007年的决定 用提名委员会 他唯一一个就是 他提出就是 候选人可以去到五个 我估计他的想法就是 去到五个候选人的时候 泛民一定有机会入门 他可能就是这样 但是很可惜他说完出来之后 不到24小时之后 他就否认了 就是说他当时有点糊涂了 搞错了 不应该提 但是反而真普选联盟 他们出了三个方案 其实每个方案 在我的角度来看 还分为AB 因为他又有一个是 可以市民自己提名的权利 那部分就惹了很大的争议 因为那个似乎是 现时基本法的框架里面不容许 没错 就因为基本法那里 就没有说 有要求 你找到十万八万个 选民签名支持你 你可以成为候选人 就没有这样的规定 而呢 基本法的规定就是 用提名委员会 一个集体提名的方式来做 所以他这个变得不符合 如果我们再向前看 未来的政改 我自己觉得 虽然一次过要讨论 2016年怎么选立法会 以及2017年怎么普选特首 但是说到最后 其实2016年 那个立法会选举 都是一个过渡方案 未是完全普选的 因为 中央的决定是 你一定要成功普选特首 你才可以 最快2020 就普选到立法会 所以对我来说 我当然盯着 怎么选行政长官 那件事更重要 我想市民也是这样看的 那个可能是整个 香港政治历史里面的转捩点 好了 如果我们这样去看这件事 我们今天不如 只是聚焦看特首选举 不要拆得太远 看上一次的选举 我自己做一些资料搜集 都有报章 替你们不值 就是说 去到最后 好像只是和民主党谈就行了 即是连第一大党都不用谈 那你们于是乎也有些 不满意的 如果现在回头 当时是否真的有这种感觉 党内有没有这些声音 再走去下一步 需要避免这件事 还是你们这次会用一种不同的手法 去看政改 去推政改 因为这次是要 不是讲中途方案 这次会到步的 那会不会这次是 可能会有一些再具体一点的做法 和上次有一种相对是 或者摸着石头过河会有些不同 你正在说的是上一次 就是2012年那次的立法会选举 在最后阶段 当时民主党提出过一人两票 这个构思 那后中央也开了绿灯 特区政府就修改了法例 我们也觉得最重要就是 政制能够向前发展 所以我们也支持了 就是这样 那你说究竟这一次来说 那会不会行政长官的普选 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呢 那有一点呢 因为事实上呢 要改变这个基本法和那个 选举的规定呢 就是要在立法会要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那如果只是靠建制的四十三票是不够的 一定要有几票在泛民那边走过来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着票去拔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所以如果他有一个 譬如有一个泛民的政党 整个政党支持的话呢 那成功的机会会大很多 那但是我觉得呢 这一次2017年的普选行政长官 关键的问题 是不是大家都有心想做成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不理基本法 不理人大常委的决定的话 你只是讲自己的理想 那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呢 一定不成事的 是吧 另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 在这两个的前提下 我们一起去想一下 怎样能够落实得到 比较是一种理性务实的方式 那大家一起去想办法呢 我觉得那成功的机会就会大 因为上次有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记得2010年开始 讲到2011年的时候 都很重要的是 整天讲着四个字 就是纯粹漸进 就是如果今次仍然原地踏步 没有纯粹漸进到呢 其实就 不可以去到17年 普选行政长官了 所以这一点都很重要的 反过来 真是最不幸 Touchwood 如果用英文说 16年的立法会选举 跟刚才这次一样 反而都没有上一次 那么严重的后果 因为你最重要是 这次功课要做起的 就是说 路线图就是 今次17年 麻烦大家 能够达到共识 够三分二的票数通过 就 行政长官 怎样普选 是有个结论的 所以那个 是刚刚的主席 你再厘清我 那个说法 就是那件事很重要 但是 既然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中途方案反而是复杂一点的 因为怎样叫中间 中间近一点起步线 还是近一点 这些终点 那个空间比较大 但是如果今次说明 17年要普选特首 似乎是大家看到 这个终点起来的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你们可以更具体地表达 怎样选行政长官 暂时现在你们的 酝酿成如何 在民建团里面 我们现在在听各方面的意见 在这个2017年 行政长的普选 因为基本法已经有规定 人大常委有规定的话 其实没有太多的变数 主要我们要研究的是 既然有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的组成 参考现在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 问题就是要解决 所谓民主程序 是如何落实民主程序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究竟候选人 我们认为有多少个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规定 有限制或有一个上限 不多过多少个 或者不少过多少个 之类的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 不可以再跳离 离开了这些基础 只是自己想自己的一套 如果是这样 大家都有 从这个想法去思考 我觉得 应该可以做到 主席 不如我再说得深入一点 比如说 大家现在经常听到 泛民主派都会说 很担心筛选 但其实 说不要筛选这个字 我觉得概念性 暂时重过实际性 老实说 就算是建制派 但是 都没有人说过 如果真的有个西的话 或者个沙基的话 沙基是怎样的 用什么去做 包括一些很基本的 例如 多少岁才可以选行政长官 那些其实都可以当是 筛选的一部分 那 我不是要去混淆事庭 一定会有人这样说我 但是 你报名就是这样的 你报名是一定有一些 criteria 一定有一些准则的 那这些准则 你当不当是筛选 还是你觉得 原来去到哪一条线才是筛选 譬如对于筛选 还是画一条线 还是有些叫基本准则 有些是真的要商讨的准则 有些是不能接受的准则 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呢 谭主席 因为这个筛选这个字眼 就好像给人的感觉 好像故意排除某些人 但是在现实来说 你也是说得对的 因为呢 他做得行政长官 是一区之首 他带领整个社会 整个政府 所以对他来说 一定有一定的要求 起码都 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在兼法里面写了 也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胜任 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但是如何去做这个决定呢 现在呢 在兼法里面就说 有一个刚才所提及的叫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的成员 就是香港社会 各方面的所谓精英代表性的人民 一起去做一个集体的决定 那么现在这个提名委员会 也没有的 这个提名委员会 都没有出现的 所以就不存在 排斥某些政治倾向的人 就不存在的 这班都是香港人来的 提名委员会 由他们去集体做一个决定 而他这个决定 也不是说 就决定某个人去当选 而是决定 若干人 成为国后选人 提名委员会 可能是整个2017普选行政长官里面 重中之重 因为他就决定哪个所谓入闸 那些人如果当特首就是跑马仔的话 那入了闸之后 大家就全港一起普选 看看哪个马跑出 如果用这个比喻的话 提名委员会就是那个 入闸标准 或者是决定哪个入闸的最重要关卡 那谭耀宗主席 刚才说了几个重点 我想特别拿出来说 就是这个提名委员会 要有民主程序 要有全港的代表性 和基本上都是有各界的参与 我想由这几件事 我想了一个 不要说方案 我想了其中一个想法 问一下你的意见 我不一定觉得这个是唯一的答案 因为我觉得老实说 谁知道这些事情怎么发生 基本上可以是变化很大的 但是譬如我说提名委员会 我在想有几件事 譬如有什么是全港代表性的 而同时间 我们不能不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 你如果要经过政府经常说的政改五步曲 香港人提的政改方案 都要上到北京 而北京吸个印 手肯下来 才有得做的 所以你也要某程度上 获得中央的一种 放心 或者他觉得 这个都符合他的某些想法 香港人的想法又要照顾 北京的想法 其实都要起码参场 我觉得最低限度要有这样的 所以我想就是有什么又有全港代表性 又公平 又符合普选原则 以阿爷所谓 或者中央是能够较容易接受的 我想都有一个平台做到这个 又是普选 甚至乎可以没有筛选 甚至乎 泛民都可以说这个是普选的 但是同时阿爷相对接受的 我也找到一个这样的平台 是的 那 有一个 譬如我们知道2015年的区议会选举 基本上就除了当然议员之外 现在政府也是 基本上全部都没有委任 就是直选议员 民选议员 民选议员 而且他代表了全香港18区 而同时间我想区议会的组成 问谭耀宗你就知道了 基本上都有很多是相对来说 可能会令中央较为放心的成员 如果我们真的在想一个提名委员会 他就是以2015年民选选出的431名区议员 作为提名委员 他们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去提名特首 例如100票或者120票或者150票 或者更低的80票 去选择一个候选人出来的 那就没有筛选 而且是公平的普选原则 而且是代表全香港的 加上我觉得可能中央会相对放心的 那你们会怎样看这个想法呢 至少是一个想法 你这个想法呢 有些事情要研究 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 人大常委的决定 他就说提名委员会 他就要参照 那个选举委员会的组成 那选举委员会 我们自从回归之后 我们已经用选举委员会 去选了三届的特首 三届四届的特首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说 如果把所有民选区议员 四百多人 都放进去 提名委员会 行不行呢 不是说不行 因为那个要求就是说 里面应该包含有四大界别 四大界别就是选委会的四大界别 所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政界、工商、专业、勞工基层 那么区议员 他划归了他在政界那里 那么每一个的界别 应该是相同人数 譬如说每个界别 二百就是二百 三百、三百、四百、四百 全部都是相同的数 那么如果你说 将所有的民选区员 放进去一个界别里面 那么这个界别 可能他就会多了很多人 那么你其他的那些 都会相应增加 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不是做不到 那些人数要整个选举委会 人数要增加 当然你说的情况 现在坊间也有这些讨论 就是说 可不可以提名委会 放得松一点 譬如说有若干 提名委会成员 支持他 或者认同他 就让他入閘了 就不用说 拿得好死 就是所谓降低门楼 那中央不放心 又怎样呢 如果真的选了一个人出来 中央不可以接受 又不合适 又怎样呢 有些人就提 中央有一个任命权 在基本法里面 行政组合选出来 都要经他任命 这个任命也是实质的 他不是说以形式上 这个任命权已经有了 现在已经存在了 可不可以 就是说 必要时 如果中央说 喂 这个人真的不合适 那就不任命了 因为法例已经有了 基本法也有了 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 但任命权如果 如果 去到中央才不任命 可能 政治动荡就很大 这个又是 变成另一个问题了 就是你说 喂 这里有个保险 你就可以用了 但是 正如你说 如果到时候 选出来 中央说 喂 不任命 那就会有一个 产生的社会 有一个冲击 会有一个矛盾 甚至 有些国际社会 或者有些舆论 都批评得很重要 就变成了 将 整体的 所谓撕裂 就向了北京 而去 就是 无可避免地 会变成一样 如果你再加上 国际舆论 我想 如果到时真的出现 对了到时真的出现 就 Beijing say no to hong kong choice 是不是 就是 标题一定会是这样写 很大机会会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 不想去到这个地步 但是又不想 是 大家 对所谓普选的诠释 有很大的撕裂的话 我自己做了少许功课 当我和主席 你当我喊吵也好 或者交流一下也好 例如选委会的四个界别 我经常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 就是第一个界别是工商界为主 可能平均收入会最高 在四个组织里面 然后到专业人士 第三个界别是很多是老师 社工 第四个界别是很多政界 包括人大政协 立法会 区议员都会在里面 如果我看回现在做的区议员的组成里面 似乎有几均衡参与 譬如现在四百多人的区议员 有一半是全职区议员 另外一半是兼职区议员 若莫 当中这一半有大概一成 就是公司董事 另外有四百多人 另外有四十多人 是专业人士 要考牌的 另外比如老师 社工那些又佔了一成左右 他们加上佔了一成左右 剩下那两成 就是一半 有些是打工 有些是做老板 所以如果你数回实际上的参与 其实第一、第二、第三、四组别 也有些是去选区议员 又达到这种均衡参与的方式 现实是这样 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参场点? 你将现在四百多名民选区议员 他的背景再分析 你说 挺均衡 也有很多代表性 可能分析下去也是这样 但是 如果你说按照 人大常委的要求 比较具体 因为已经有了 选区委员会的组成 已经出现了 他就要求你 要参照 你纯粹说 这个等于那个 可能会差点 如果我这样理解 虽然我估计民建团 都没有出一个具体的方案 但是 我刚才听到主席你这么说 就是说 你认为 留下四个组别 用四格 的分类方式 似乎都是你们 在想的其中一个重要方向 没错 因为 譬如你也说过 人大和政协 如果你纯粹去区议员 可能未必达到效果 也有些界别 未必足够 比如专业 工商 比例相对比较小 但是 我尝试这么说 参照 参照 未必要完全 就是复制 还有 我相信另外有一个 大家可以预期的 后果 因为 你知道我平时做 什么节目都是 我两边都会看 但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一定会有不少的泛民 尤其是激进那一班 就说第一第二第三界别 有很多 甚至乎第四界别有不少 都是透过所谓的小圈子选举 产生的 所以如果你 用了他们去 作为提名人的话 就是一个 不是完全 纯粹的 普及而平等的选举的机制 你能够预期 他一定会这么说 因为 选委会的批评 其实会因为这样 而移植到他将来的提名委员会 反过来 为什么我会觉得 只是用区议员 可能会比较 理想一点 一来他们是一人一票产生的 二来他们都可能相对是一班 建制派或中央会 相对放心的人物 所以要过都不难 但是第三 反过来看 就算泛民主派 他们在区议会这个战场 都还有一个机会 似乎各方的认受性 都存在 所以我就 拋转引玉去这样的想法 譬如如果真的留下四个界别 遇到那种批评 怎么办 你那个想法是有些道理的 不过问题就是 我的分析就觉得 未必符合了 人大常委的要求 但是你说加重 民选的区议员的分量 比重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应该做得到 现在来说 我的记忆就是 他大约四百多个民选的区议员 有百多个 有三分之一 都已经进去了 那不是 但问题是 可不可以让他们进去 或者进去更多 我觉得这个 都可以研究 我想 似乎 区议员的 重要性 在特首选举里面 可以再深入一些探讨 我就用一个所谓 我自己叫 我还没有改好名字 我就叫它一个 纯区议会方案 但是纯区议会方案 譬如说 今天见到 谭美宗主席 起码民建 原来说 那个担心就是 似乎不是完全 参照了 由 2012的选委会 作为参考基础 去转去那里 这个我可以再做功课 再找谭美宗主席去谈谈 但是我作为最后一点 我觉得 为什么一个纯区议会方案 都有它的参考价值 就是因为我见到 近这六至八个星期 区议员在整体香港政治环境里面 产生一种可能以往未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自从所谓没有了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之后 你会见到堆填区的讨论 很多区议员很有意见 包括贵党的区议员 财委会的决定会很受区议员的一些影响 而令到某些财委会的项目不过 甚至乎你看到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 似乎地方装脚和区议员发挥的拉票实力是很重要的 如何动员区议员去协助大家去支持某一条名单 往往就是第三名和第四名入不入到的关键 会不会真的政治现实就是区议员真的 like it or not 他原来真的不只是做狗份收集站 巴士站交通灯 他在影响着全港性的议题 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呢 你在局里面 因为民选区议员的选区比较小 他做的工作可以跟市民有密切的联系 而且如果是关乎区里面的重大问题 政府都是要咨询他们的 要得到他们的同意 虽然他们 区议会是一个咨询的性质 但是来说 现在放下去 在香港社会都是一定的分量 我想联邀政务司都说 似乎各级的官员都要多些下去 似乎区议员的重要性 是日益看重的 刚才我觉得 刚刚有一点 刚刚想起 谭主席你又说到 多少隻马入閘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怎么分析呢 其实 这里 在基本法是没有硬性规定的 所以这里有很多讨论空间 有些就说 至少不要自动当选 至少有两个 两个太少了 应该多过两个 三个四个五个都有人提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讨论 如果我跟你的逻辑 就是用选委会作为基础 现时的选委会 不论是董生的年代 800人的选委会 或者是刚才 林郑英做特首 1200人选举会 他似乎用百分一 作为一个基础 譬如 800人的选委会 100人提名 才能入闭 如果是千亿人的选委会 如果是千亿人的选委会 百五人提名 才能入闭 百分一 会不会都是一个坚持 还是反而你觉得 这个比例 可以不一定 跟逐呢 他这个就是 选举委会的选举方式 如果去到普选的时候 他因为 那个要求又不同 他叫做 民主程序 民主程序 怎样去理解民主程序呢 就不是说 纯粹现在 你找到一定比例的成员 就可以推荐你入闭 他写明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又要研究了 他既然有个要求是不同的 那我们怎样可以 符合那个规定呢 就是说 但是主席 我自己有点困惑了 四个组别 你又认为要保留住 但是 那个百分比又不保留住 那不就很难拿捏 究竟哪些跟 旧时的选委会 哪些将来 他这个呢 因为他基本法有 讲清楚的 你一定要跟 因为基本法讲清楚的时候 他就说 有个提名委会 有一个所谓民主程序 这些要跟 而在人大常委 他在07年的时候 更加清晰地说 提名委会者 就是参照 选举委会 所以参照 有了这些规定的时候 我们又不可以 不理 扔开它 原来那些又不行的 今天听完 庭会中主席说 我想大家最得行 对民建联整体 对政改的思路 一定是多了一点 深入的认识 因为我觉得 暂时来说 大家在这儿讨论 整个政改 似乎都是 容许我的感觉 用着一种相对感性的角度去 你都合头 用着一种相对感性的角度去理解 纯粹说 不要这一样东西 或者是如果你不给这一样东西 我就会怎样 但就少些今天好像这样的讨论 跟不同的党派去谈 其实有些什么 他们觉得要的 我们如果想做一样东西出来 除了有什么不要之外 我想更重要的是 有什么要的 我想今天讲了几样东西是重要的 第一是参照选委会的组成 但选委会的程序 就可以再思考 第三就是我想区议会的角色 究竟应该怎么去融合 都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去看 我想今天 我又可以回去做多些功课 回来再找一下 不阻力 多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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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